他们总是会问你一些特别尴尬的问题 八卦特别八卦 男女演员之间也没有怎么样 导演是不是潜规则 现在还好自己是演员了 以前学导演的时候 别人就会问你有没有睡女演员 然后怎么能上位 反正媒体上能看到那些狗狗写写的事 都是大众 关心的 大众参后甜点 其实我觉得话剧演员就是一份工作 就跟普罗大众一样 只不过我们的上班时间跟您不一样 您可能朝九晚五 我们是下午一点半到晚上十点半 您可能晚上困了要睡觉 我们还带被精神的演出 特别理解 就是那么一个状态 然后挣的也不多 顶多就算是个白脸 因为我不知道现在公司白脸 一个月能跟哪儿讲 我觉得可能是 也许还不如人家拿 明白 我刚才忘了介绍 我除了在剧院工作 我业余还是一老师 我在北京服装学院的表演系 算是外拼教师 不算教授 就是教表演 对于我们老师来说 经常会跟学生说 当演员其实就两条路 一个是你像孩子一般的轻信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上有皆实去做 你让咱一想 比如说家里都有小孩 或者说亲戚孩子 你看那孩子拿俩小石子 在那台阶上能玩半天 而且孩子不会去跟你说说 这是桥那是河 然后只要有一个人拿那小车 开出来了 然后马上所有人就跟他达成了一个共识 那其实孩子的世界是非常的丰富的 所以有时候我特别喜欢小孩 因为来看小孩在那干嘛 我反倒特别不喜欢剧组里的孩子 因为剧组的孩子比较早熟 他在刻意的装成大人的模样 但其实你看他不拍戏的时候 那几个小孩凑在一块玩的时候 他就回归到孩子的那个纯真 做演员也应该这样 然后还有一个所谓的杀有皆事的去做 就是只要你相信了 你就要按照你相信的东西去做 比如说今天如果我是一个连环杀手 那可能你的内心的邪恶的东西 就要通过你的眼神去呈现 就是你相信什么就是什么 当演员的魅力就在于 你可以尝试不同人的生活 我就老说那句话 就生活当中我们可能都是一loser 就是因为以前上班的时候也是 你多努力 你的升迁不取决于你的能力 取决于领导们怎么看你 对吧 然后在爱情上也是 大家都觉得 我们情投意合一见钟情 然后一定要有一个完美的爱情 结婚生子 白头偕老 但其实并不那样 可是在演戏上就不一样 就只要您付出了 观众给您的那个掌声 和那个喜爱那种回报 会让你满足一切的自尊心 和那种虚荣心 而且有时候你会觉得不好意思 就觉得明明自己没有那么努力 然后观众却特别 百分之二百的喜欢你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自责 我下回应该要更努力 它有那么一个过程 就让人很满足 就很陶醉于在那个世界里 而且你可以经历很多不同的人生 你生活当中你不太敢的事 你在戏里面都可以干 我的本职工作是广告 就是02年开始工作 就一直是个广告人的底层 然后后来开始做很多跨界的事情 其实包括话剧演员 或者是什么的 就是这个方向 就是影视方向 然后我也会有设计 就是我会有一些资源方面的东西 去设计到这块 然后会有一些这样的朋友 我是属于那种 对各个行业都很新鲜 就是我希望我的后半辈子是属于那种 就是不断的在去碰触新鲜的东西 因为这样会让我觉得 可能人活一辈子 然后我会不断的知道更多的东西 而不是在一个旧有的模式里边 去不断的重复 就我更喜欢这样的一种状态的我 您父母现在还在山西吗 不他们就跟我一样 90年回来的 他们现在都在花园桥那边住 对你刚才说了 理论上来说 你的父母现在应该是60多 对 我父母都是55年的属羊 OK 我爸妈是4748年的 就因为他们要我要特别晚 是 所以基本上 你看我才比你大两岁 但是我父母的年龄 会比你父母年龄大个78岁的样子 但是我父母到这几年 他们对于我的感情的状态 他们不是说放弃了或者怎么样 是他们接受了 他们就会觉得说 他们接受了 他们尊重我的选择 这个我就特别喜欢 我爸妈现在基本是属于 差不多也是 以前是催着 放养现在 现在不是放养 现在是圈养 这是感觉他们把看孙子的那点经历 全用在看我身上 本来我们不在一起住 他们在郊区房山买了套大房子 然后我在城里小房子住 然后疫情的时候 他们就搬回来了 就是2020年 就春节正好 把他们接回城里来过年 然后就疫情了 就没走 大家就一直属于一种 合租同居的状态 然后你就会发现 就你的生活 完全不属于你了 就他跟小时候 跟父母住在一起 还不一样 就是以前 他们也忙 你也忙 然后爸妈妈上班下班 然后儿子回来 好好写作业 晚上一起吃饭 周末一起出去玩 他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良性状态 现在不 就他们 虽然有他们的兴趣爱好 但是完全解决不了 他们的过剩的经历和 消磨的时间 于是每天就会有不厌其烦的 有人催你起床 尽管你昨天晚上告诉他们 今天早别叫我 明天别叫我 这流程是这样的 晚上睡之前会问你 明天几点上班 然后你告诉他们了 他们依然会在他们认为 那个点把你叫起来 然后让你吃早饭 然后看着你去上班 然后一定会问你 晚上回不回来吃饭 然后这个问题 你回答了就跟没回答一样 然后他们在中午和下午时候 依然会发微信问你什么回家 晚上回不回吃饭 然后比如说晚上有应酬 或者说排练到特别晚 回家的时候一定会发现 家里的灯是亮着 你以为他们没睡 但是进去的时候 发现他们已经睡了 你问为什么要开着灯 给你留个灯 给你留个灯 但是白天你在家的时候 你要开灯 他们说白天不要开灯 浪费店 可是屋里下午的时候 尤其南北通透的房子 一定是光线在下午某一时间 是暗的 所以你就会觉得 你就被控制了 而且我们家那是一步对大院 实际上前几年压力比较大了 就是因为我爸我妈 下去溜弯的时候 其他的那些叔叔阿姨 都抱了孙子在那溜瓦 然后人家一定会问 你们家是在什么时候结婚的 你们家是在什么时候 那个生孩子 你们是抱着孙子 还是抱着那个孙女 然后就是你比如说 带着异性的朋友回家 第二天一定他们会知道 就是会有人告诉他们 昨天你家孩子带谁 也回来 女朋友吧 或者怎么怎么样 然后你现在一块住了 你的快递永远不归你 你的快递永远是他们 因为门口的警卫 无所遁形 会告诉他们 拜拜人家的快递 他们会拿回来 把外包装给你拆了 实在的干干净净的 给你收起来 然后你回来会问 爸妈今天有快递 你收起来了 收哪了 他们会想不起来 然后你就得到时候找 好不容易找到了 你发现那个东西 要不是急用的 要不是不急用的 它总是那么一个状态 然后你坐那儿 你说打开电脑 你写点东西吧 一会儿吃点这个吧 喝点这个吧 什么时候吃饭 晚上写吃什么 你就总不能清静下来 但是你就觉得 父母这么大岁数了 你也不能太顶着他们 多说两句 他们就会不高兴 那天我就找我妈生气 我欠了别人一篇书稿 我要在那儿写东西 从我起来之后 我妈就一直在跟我说话 然后我打开电脑 她也知道我在忙 她就拿着手机坐在 我旁边的沙发上 她就会自言自语 就是用我们的专业来讲 就是特别想要去跟别人沟通 然后发起这个交流的起始 然后你如果不理她吧 你会觉得特别没有礼貌 比如我妈会拿着手机说 哎呀这个丰台又出疫情了 你说咱们这什么时候安全 就是你不接话也不对 对你其实她就想让你接 你说没事 咱这离丰台远着呢 咱这属于西城 但是你一旦接了 这个话匣子就 是的 你一旦接了 你就别想再写东西了 懂 就你就会觉得在家里没有空间 然后以前老听别的朋友说 说下班不愿意回家 把车停在地库里 在车上待着 现在我也体会了 就是我觉得回家就睡觉吧 你没有什么可沟通的 就他们也不是不理解 以前是不理解 后来慢慢接受理解了 现在是没完没了的问 那他们现在为什么不搬回大房子住 然后 因为觉得你自己照顾不了自己 因为觉得你自己照顾不了自己 他们跟你住了一段时间 发现你完全没有生活自理能力 然后他们决定连快来照顾你 问题是他们也没有给我生活自理的能力 我其实坦白讲我特别怕这个 因为就是现在对于女孩来说 我这种人属于妈宝男呀 你不管是爸宝妈宝 你觉得就人家都是 比如说大家排练完 一会儿出去吃饭 别人都是媳妇女朋友插岗 你在哪喝呢 在哪的 然后这边一接电话 哎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然后那个早点啊 别喝酒啊 你爸你妈给你打电话 哎呀你真的是觉得人生无望 但是他们吧 就像看孩子那样 你觉得其实也挺好 就是有时候你跟外地的朋友 一念叨这事吧 大家都觉得你知足吧 我们这一年也回不去一次 尤其现在疫情 非必要不离京 过年回不了家 见不着爸妈 可想啊 这要那 说你天天守到跟前 你还不知足 我觉得人到什么时候岁数 就应该干什么样的事吧 您需不需要穿上点衣服 我觉得您是不是有点冷啊 这屋温度比较低 还好还好 对我 所以你的情感生活是怎样的 不太顺利吧 我觉得我是属于 不太会谈恋爱的那种人 那天我说了一句特实的话 我觉得现在 我属于功能性缺乏 就是对于一个成年男人来说 约会谈恋爱 这是一个必备技能 它与生即来的生物性 但是我觉得我已经完全丧失了 就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定义呢 就是你不太知道 就怎么跟对方 就比如说我今天见您 其实聊什么我都不知道 就是怎么聊天 你是一直都没有谈过恋爱吗 没有没有谈过 那倒是谈过 我谈恋爱比别人晚 我爸我妈就曾经说我 说我就总是跟一般人不一样 为什么呢 该好好读书的时候 非得要豁了命的谈恋爱 然后该好好工作的时候 非得要去好好上学 然后该谈恋爱 结婚生孩子的时候 要拼了命的去工作 就总觉得跟正常人的步调不一致 但是其实我觉得也挺好 所以你能不能大概给我描述一下 你之前谈恋爱的状态 我上第一个大学的时候 我同专业同学隔壁班是初恋女友 然后就一起玩 一起打工 对那么一个状态 然后后来毕业之后就分了 再后来 婚中的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 对啊 您看过蜗居吗 看过 就是蜗居里那个 你还记得吗 就是那个男主人公站在楼下 然后看自己女朋友跟领导在楼上开房 然后啪灯灭了 然后她走了 跟那一样 所以就是被生活折磨了一下 对 就是人家选择了更好的生活 然后后来 后来也段段续续教过一些女朋友 比如说有比我大的 比我小的 然后有同龄的 有甚至学生辈的 差个世界20岁的都谈过 那你为什么还会觉得自己没有这个 哈雷哈雷能力 我从15年到现在 都一直没有 因为你不想 也不是不想 就没什么想不想的 就他们好多人都问我 你居院那么多漂亮女演员 你的学生那么多漂亮小姑娘 对吧 为什么 对啊 为什么 那是同事 那是学生 他有一个固有的人际关系 为什么要恋人呢 那你会觉得你 你缺这块吗 就是或者说 这块就算缺 它不补又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我一开始觉得自己有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别人会觉得你是同性恋爱 哎 你看你女人缘也挺好 然后周围都是女同学 女学生 女性的朋友 然后但是你也没有谈恋爱 你也没有结婚生孩子 然后呢 就你跟男孩好像玩的也都挺好 然后平时像个中央空调公公主说一样 大家对你的猜测 无非就是两种 要么你就是一渣男 要不然你就是一gay 那你就为了证实自己 其实是一普通的男人 所以你就要想要去谈恋爱 但是想要去谈恋爱的时候 你就发现 这恋爱这玩意儿怎么谈呀 对啊 怎么谈 不知道呀 就我跟你说 我进 我想啊 近15年来的生活 都是很简单 就是上班呢 就是在排练厅排练 不管是现在的剧院 还是国际的剧组 上班就是排练 白天 然后晚上呢 要么在排练 要么在演出 就是如果休息 现在没戏演 不排练不演出的时候 我也会到剧院去 就是剧场去看戏 它是一个 所谓的就是艺术生活 你专业生活 因为你干这个 你就得在这个 这个氛围里面去熏着 所以你每天琢磨的 都是这点事 好像没时间去谈别的 太理解这种状态了 对吧 然后 从某种角度 我也是这个状态 就是工作比所谓的谈恋爱好玩 对吧 我们在工作里面付出 你是能看得见结果的 但是我们在这个感情里面付出 我们未必能有结果 对 其实我觉得特简单 就比如说 我跟您第一次见面 出于礼貌 在我的行为逻辑里 我应该给您带个礼物 然后给您带束花 毕竟是约会 但是如果咱俩真的在一块之后 我觉得您就可能就会挑 你今儿给我带这个什么 花了多少钱 然后可不可心 好不好 然后这花 我不喜欢 这配色太low了 这个呢 我就其实 我不太会应付这样的事 然后比如说 我是觉得 一见钟情 都是见色奇异 一见钟情 钟的是脸 不是情 对 然后我还比较 我还觉得传统那种 比如大家是个同事 或者说朋友 在一起共事相处当中 发现对方的很多优点的时候 慢慢的熟络才好 但是现在好像 生活节奏都特别快 没有人跟你去弄这个去 然后你觉得不错的人 要不然就有男朋友 然后要不然就是单身 但是养了一堆猫和狗 要把那点爱心都放在猫口上了 好像人家生活当中也不缺你 然后你会发现 其实我生活当中也不缺这个 那就算了吧 就特别奇怪 谢谢 很少了 来点开水 你碰到过那种让你特别 就是特别动心的人吗 有就有点八卦 对 有啊 肯定有 动心是什么感觉 我跟您说特别动 我是两个极端 就是同样都是让我心动啊 让我喜欢的姑娘 就有一种呢 是静而远之 就是一见他我就紧张 不太敢说话 然后不太敢那个 就是去招惹他 当然带引号的招惹 明白 然后你 但是你就老想去看看他 哎 那么一状态 然后有一种呢 就是觉得特别合拍 就老跟人贫 逗 就变成画牢 或者画特别多 然后没事就逗咳嗽 就特别两个极端 然后你要说问我 这两个极端 是不是都喜欢 好像都喜欢 就只不过一类 是让你觉得挺舒服 一类是让你就静而远之那种 但是你问我更喜欢哪 可能静而远之那种 更符合你那些 喜欢那标准 但是你觉得那东西太远了 离你还不可控 你这个 首先你很正常 我跟你讲 就是别人跟你说什么 这个 就是所有你刚才表达给我的东西 我告诉你 都不要信 都不要信 为什么 因为那个是他们眼睛里边的正常 但是呢 我会觉得 我们要过的是自己的生活 是的 就是 第一个原则叫怎么舒服怎么来 对吧 然后呢 第二个呢 我觉得 就是感情这个东西吧 嗯 它是 它是看命的 嗯 什么时候是 所谓的遇到了爱情 就是 真的是两个人在 同一个时间 然后呢 各自都有那个需求的时候 嗯 而且呢 是 是这个需求很 很很很旺盛的时候 然后两个人开始 真正探讨 哎 这个 就是我们之间 用什么方式去 把这个感情落地呀 或者 那你看 两个人慢慢往前走 但只要有一个人节奏不对 那基本上就是 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 嗯 所以你说你那个 没有这个什么 谈恋爱的能力呀 那在我看来 只不过是 在现在的 这个这个 这个你的生活状态里边 很显然 就是工作比那个 就是 脚踏实地的工作 就你看不见的工作 比那个虚无缥缘的爱情 更靠谱 嗯 这是第一个 靠谱这些词用的特别 更靠谱 对 你抓得住啊 对吧 是 你说你每天 你刚才跟我形容完的多充实啊 就我要跟别人形容 我一天 我一天只睡五个小时 我睡特别规律 就睡十二点到五点 起来之后我就工作 然后到晚上十一点 我就准备睡觉 别人会觉得 你是不是个神经病啊 就是这个 什么工作强度特别大 我说不 我说是因为 我特别知道 我的 我的人生 我要什么 啊 然后呢 所以呢 我的每一分钟都愿意 去给到 我要的那个东西 那这个时候 没有出现一个我要的男人 那我没法给他 对 对吧 就是 就是生活当中好像 没有出现 对 我 您说的特别 您比如说就是正常 正常的工作日子每一天 比如说我上午会去学校教书 下午会去剧场排练 晚上会去演出 然后 周而复始都是这样 可能就是某一阶段的时候 遇到了一些问题 然后跟父母说不明白 跟周围朋友 大家也都不理解 然后你这时候就觉得 哎呀 枕头边上空了一个 这是要有一人 有一个女朋友 或者一媳妇 至少还能跟你聊聊 就另外一个维度上 开导一下你 就那时候你可能觉得 我需要个女人 嗯 但是好像 除此之外 确实是 因为我这 我以为是我个人 因为我 因为我 人就特别没有安全感 就您看有些人特别特别 愿意在家待着 然后那个不上班或者歇着 懒着 然后就休息包括度假 我不行 我是一超过三天在家歇着 我就心慌 我们这一类人都应该都是属于比较感性那种吧 我特别理性 可能对 我是从感性的这个阶段已经过渡到特别理性 就跟你说你有两个极端 我有两个极端 但是做广告的人不应该是思维特别跳跃 我们具备思维特别跳跃的那个功能 但是同时我 我可能是我面对感情的是超理智 就好比说 那个 我很喜欢你的性格 但是有一点 我不能接受你的体型 站在一个很尊重对方的角度 我从来不会想去改变别人 但是我会忍不住的想问你说 你会不会觉得 你的这个 比如说 你的身材会对你有压力 但是如果你反馈给我的时候 我觉得我这样挺好的 而且甚至可能这是我的一种 就是在职业上的优势的时候 那我就会觉得 这个是我在感情面前的一个 就是我不能接受的底线 我不能接受的不是 不是外形这个状态 而是健康 嗯 我明白你的意思 那您看就是考虑问题感觉不一样 就是对于我来说 碰瘦 嗯 的标准是在于 我能不能去演那些角色 嗯 就是有一天你为了 这个角色 你会去努力 比如说之前 有导演找我说 哎你给你半年时间 瘦下来 我想让你去演一拍 说老片景 嗯 我真的会每天 节食 运动 然后 瘦 瘦多少 两百斤吧 不是瘦了两百斤 不是瘦成两百斤 瘦成两百斤 现在多少 现在快三百了 OK 然后就是你会 因为对于我们专业上来讲 因为演员有一个词叫三位一体 就是创作者和创作工具和创作的作品 就是你本身 所以你会为了那个角色 那个工作去这样 但是如果突然有演员女的说 哎我喜欢你 但是你就是太胖了 你能不能瘦一下 好像我也会 但是就不会那么迫切的说 为了你我怎么怎么样 然后呢 比如说医生说说 哎呀你现在太不健康了 然后那个你 你一定要那个减肥怎么怎么样 然后你也不会觉得 他说的是 但是如果有一天 哎 我在舞台上 这个戏要求你 我在舞台上 我觉得有点吃力了 累了 那是我的身体的承受 有问题了 我会去 我是那么一个人 那我是觉得如果你爱我 你就爱接受我的全部 所有的 你既然挑了我的体型 怀疑我的健康 那一定就是有残缺 有缺陷的 那可能咱们能成为很好的朋友 但是作为伴女 可能就 但绝不会遭到一起去 其实第一个 我不是对您的身材 表示出来一种鄙视 或者是其他的 就是您千万不要觉得我是 因为这个 我只是基于健康 但是我从另外一个角度 特别理解您的这个 就是职业需要 所以呢 一方面我们先给一个结论 就是我们一定会可以成为朋友 但是在感情面前 就是 就是你这个特别有趣的人 但是在我的爱情线 线这块的话 那么您肯定不是 那个我能再 再继续去谈爱情的 明白 对 但是我特别希望您先理解 因为聊天很愉快 但是这个东西 它 我得明确一下 然后呢 但是我 然后说完这个话 我们就可以继续地再 愉快地聊了 对对对 真的是这样 然后就像您说您没有安全感 我也没有安全感 我巨蟹座 巨蟹座更没有安全感 然后巨蟹座 巨蟹座的安全感 就来自于条条框框 然后呢 去对比 去有边界感 然后呢 去跟别人会提前沟通 我特别清楚地知道 什么东西是我不能接受的时候 然后我们再往前走 其实是对对方的伤害 无论是对对方的时间的伤害 还是对对方的精神上的伤害 OK 我离过两次婚 所以这可能也就是 我对于 这个感情有不一 不太一样的感受 我结婚结特别早 我23岁就结婚了 然后27岁离的第一次 然后呢 31岁结的第二次 33岁离的第二次 然后呢 但是我现在在反省啊 双方都有责任 一个巴掌拍不响 然后但是我们的 就是离婚过程非常的 都非常的和平 没有那么鸡飞狗跳的 或者是怎么样的一种状态 但其实我说实话 我觉得离婚这件事情 对我来说是特别 现在来看啊 我觉得不是个坏事 因为如果没有这个过程 我不会有现在的 我这么好的状态 为什么呢 我的上一任教会 教会我的最重要的一个 事情叫什么呢 他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话 他说 你不要把你的幸福 放在我的身上 这话当时我觉得 特别奇怪 就是我跟你在一起幸福呀 然后呢 但是他会说 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幸福 两个人有两个人的幸福 三个人有三个人的幸福 你在哪个阶段 你就要去享受 哪个阶段的幸福 你不要两个人的时候 你天天琢磨着 一个人有多幸福 你也不要一个人的时候 天天去意想着 两个人在一起 会有多幸福 他这句话 当时我跟真的理解不了 但是后来我能理解的是什么 我跟别人是这么 换一个角度去解读的 是你在什么阶段 就要去让自己在那个阶段幸福 你有了这样的能力之后 你进入到哪个阶段 你都是个幸福的人 你跟谁在一起 你都会很幸福 所以我对自己现在的状态 和这种修炼的状态就是 我一个人都能过得非常好的时候 我跟谁在一起 都能过得更好 所以如果你还真的对爱情 对感情有兴趣的话 你不妨真的琢磨琢磨 这句话